在2月27號之前 中國根本就沒有用撞傳這兩個字 它是從國台辦開始定調 這個叫214惡性撞傳事件 所以這跟我們的教育部 怎麼規定撞這個字 一點關係都沒有 它就是中國想要製造一個新的名詞 跟新的法律框架 讓我們在這個框架下面 來討論這個案件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呢 台灣竟然還有投書 可以同步把這個惡性撞傳事件 把它變到我們的這一個 報紙的這個評論 顯然很明顯的 就是有一個聯合的操作 所以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講呢 到2月29日我們排案 使用這樣的一個字眼 這個字眼在迎合中國框架 對我們來講就非常的危險 因為這是一個中國重要的 一個灰色地帶的作戰 所以如果我們不能夠去 抵擋這樣的事情 會變得非常的可怕 提醒一下沐陽委員 抱歉 您剛剛在質詢的時候 有指控我說是配合對案 來這個排案 我必須請您這個未來 請您不要這樣子 雖然你沒有指明道姓是我 但是呢 因為我是招偉 這個案子是我排的 所以你在引射到我 所以我在這邊特別 跟你提醒一下 第二件事情 我今天會用這個名詞 對不起 不是 這是你個人的意思 所以請你在國會電場 也尊重招偉好不好 今天為什麼會用撞傳事件 也不是我個人提出這個名詞 我認為是在2月22號海巡署的記診會 還有檢察官都明確的說有碰撞這樣的事實 所以我引用 這個是一個客觀的現實 也是一個中性的名詞好不好 那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我就這個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因為今天早上大家已經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想要移行這整件事情 但其實這整件事情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 是中國的步步進逼 它是一個灰色地帶的作戰 在這10年來講 中國用類似的方式達到這樣的一個作戰 已經多達到82次了 所以這每一次的灰色領域的作戰 對台灣都是一個主權的威脅 那不知道主委對於反送中事件是否熟悉 我記得是 反送中事件也是先由定調犯罪的一個方式 然後再藉由修訂逃犯條例 然後一直造成香港事件的爆發 這是中國非常典型的手段 所以今天在這個有限的時間 因為我飛本尾只有10分鐘 我就只先把這樣一個事實 還有這樣的一個框架先釐清 釐清之後我只問兩個問題 就是我寫在上面的 一個就是我們對未來的預判 到底會是什麼樣子 以及我們對於過去的透明措施 應該要怎樣 才可以預防這樣的事情發生 抵擋中國的一個攻擊 好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中國這整體的框架 對於我們的攻擊 一直以來都是法律跟輿論不斷的交錯 大家可以看到在2月14號 國台辦先定調 我們的執法是粗暴跟危險 然後到2月17號宣稱 我們的這個水域不存在 這件事情之所以重要 是因為它要否定台灣執法的一個權利 進而去擴張中國執法的權利 所以單單光是擴張執法權利這件事情 就不是那麼簡單的說我們在取締 快艇翻覆的一個事實而已 而是中國想要藉由這樣的一個藉口 去擴張在我們這邊的執法權利 連我們的國防部長都說 這個可能會建立一個新常態 那2月18號是大家比較容易忽略的 是王毅在受訪的時候 定調了這是一個中國跟反對台獨 那我想先問一下這個主委 請問我們這件事情跟台獨有什麼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報告委員這是一個單獨個別的執法事件 那其實過去也曾經發生過 那我們一定可以找到一個很方便 很容易來好好處理的一個SOP 因為我們其實是有經驗的 而且兩岸的海事上面的工作 過去長期是在救生救難也好 協同執法也好 在這一方面相當程度是有一個善的橋樑 好 謝謝主委 所以既然跟台獨沒有關係的話 為什麼中國要這樣定調 那就是因為中國想要藉由這樣 做出一個政治上的操作 因而在這個之後 因為台獨的這個操作變得有點無力 也造成了在2月20號大量的出現 這個所謂的虛假消息 我們看下一頁 就是剛剛我們在博弈委員 就已經有講過 這個關於我們管委員的一個虛假對話 想要製造這樣的一個輿論風向 進而去定調一個法律的框架 再下一頁 所以現在我們在遇到的狀況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今天一直在討論 到底它是不是一個撞傳事件 它到底要不要使用這樣的名詞 在這邊告訴大家 在2月27號之前 中國根本就沒有用撞傳這兩個字 它是從國台辦開始定調 這個叫214惡性撞傳事件 所以這跟我們的教育部怎麼規定 撞這個字一點關係都沒有 它就是中國想要製造一個新的名詞 跟新的法律框架 讓我們在這個框架下面來討論這個案件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呢 台灣竟然還有投書可以同步 把這個惡性撞傳事件 把它變到我們的這一個報紙的這個評論 顯然很明顯的就是有一個聯合的操作 所以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講呢 到2月29日我們排案使用這樣的一個字眼 這個字眼在迎合中國框架 對我們來講就非常的危險 因為這是一個中國重要的一個灰色地帶的作戰 所以如果我們不能夠去抵擋這樣的事情 然後會變得非常的可怕 但是接下來就是麻煩的地方了 我想問一下 幫我換下一頁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邊 在整個這個網路的聲量裡面 我們主委應該也可以看到 它整個2月2 這個所謂的214惡性撞傳事件 出現大量的文章跟大量的協同操作 並藉由沖平社跟國台辦相關呢 去定調這樣的一個字眼 所以接下來我想問主委的事情就是 幫我換下一頁 再下一頁 如果我們今天這個事件的發生 從他一開始操作輿論 然後再去擴大他的執法的權利 然後再一直想要讓我們這邊做承認跟道歉 去承認這樣的一個新常態 我認為呢 這個在以往我們看過80幾個案例之下 已經到大概第5個階段了 所以接下來想要請教主委 因為這件事情還沒有結束 那請問台委會對這件事情的預判是什麼 也就是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事情 報告委員 海巡署或者是海委會也好 遇到這件事情處理到現在 我們就是盡全力在溝通的部分 能夠越來越趨近 然後去找到共識 那麼這個過程其實是有很多的階段 那每一個階段對方的訴求 我們沒有辦法達成共識的部分 就一提一提的去解決 所以有一些議題沒有辦法 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譬如說今天有委員問出來的幾個議題 我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的那個過程 我們就會糾結著 糾結個一兩次或幾次的會議 然後那個問題如果說化解了以後 可能又會有一個新的訴求 我們必須要再去化解 那我們就是秉持最大的善意 用這個語言的交流 用他們的話來講 我們很希望能夠是秉持參與相向而行 好 謝謝主委 因為時間因素 我們就是不斷的努力這樣做 我先簡單的問一句 就是當時有想到 他們會放這個所謂的假的LINE的截圖嗎 其實我相當的震撼 當然在這個LINE的截圖之前 我已經就被誤解了很多 譬如說我請九屆的法委員 主委 謝謝 我就只說有沒有預判 這樣就好了 我沒有想到會操作到這種地方 或者是國裁辦會讓我能寫 都是意料之外的 所以這邊我想要提醒一點就是 中國在這以往的八十幾個案例的操作 常常出現這樣的情形 除了造假的截圖之外 他們也很常做一件事情 譬如說假設這邊我們有相關營救到的人員 一旦回到了中國之後他馬上就請他翻工 並做成大量的短影片 然後在網路上散播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能夠預判這件事情發生的話 那我們可以事先在 我們把人放回去之前 應該要讓國人知道 中國可能的操作手法 所以這邊我只是這邊就只是一個建議 就是說接下來很有可能 他們還有各式 我們是為了保護兩個生還者 當然 當然 我們擁有的影片如果釋出的話 我們也擔心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安危 這一點我也特別告訴我的同仁 我們要忍耐 雖然我們有的影片有一些是在室外的 主委 這個我們知道海巡署 這邊是非常的委屈 但是還是要告訴大家 讓國人知道 我們處理這些事情的SOP 可能是什麼 因為接下來中國可能會有的動作 他因為他的定調叫做惡性撞傳事件 而藉由我們台灣 這些所謂把撞傳事件提高到這個 不管是在政府的層次跟媒體的層次之下 他接下來想要做的就是 他要怎麼去定調惡性 也就是他要怎麼去把台獨這件事情帶進來 所以如果我們不能讓國人知道 中國的操作手法的話 後面他再丟出來任何的輿論 我們可能就會節節敗退 更不要講說他可能還會製造新的法律框架 所以這是一個簡單的建議 接下來因為只剩兩分鐘 所以我想換一下一個主題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是對於未來的預判 那我們現在需要比較知道的就是 在過往的這一個過程當中 因為我聽到今天早上 一直到剛剛下午之前 大家都一直在提密錄器 但是密錄器其實它攝影的範圍 其實非常非常的小 如果我們今天要知道整體的全局的話 如果我們想要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密錄器顯然是不夠的嘛 所以我們在這邊整理了幾個 各個國家在應對這種衝突的時候不懂的手段 那我這邊就不一一念 我會把資料交給海委會 再幫我換下一頁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中國的海警船跟其他的對峙的時候 搜證的船隻是在第三台 也就是他不是在這一台船上面做拍攝嘛 再換下一張 然後以及像這個是雷射攻擊 他也是在遠處做拍攝 再下一張 像這一個呢 飛國的船隻跟中國的海警船在對峙的時候 很明顯是由空拍的方式做拍攝 也因此問題根本就一直不是在密錄器 當我們把問題一直糾結在密錄器的時候 其實又是掉入對方所設定的框架 我們需要知道的是在灰色領域作戰最好的方式 菲律賓從2023年開始做的事情 就是用第三隻第四隻的船隻 或者無人機或者飛機 去把這些畫面發下來 即時的公佈給大眾 所以大家都可以知道說 中國的不管是海警 還是他的小男人 他在怎麼去做這種灰色領域的步步禁逼 那我知道 所以其實呢 我們光是說密錄器到底要多少什麼 這已經是一個假議題 而是說我們如果要做到菲律賓去年做的這些事情的話 我們所需要的預算應該要有多少 需要的人力應該要有多少 海巡這邊呢 應該要針對這件事情做一個盤點 我們作為立法委員最重要的事情 在監督的時候 是要給出建設性的意見 而希望我們的行政部能在針對這件事情 我們要怎麼去防範這種強權的违逼 是 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 好 所以最後呢 這個呢 我稍微幾個短短的建議 只剩10秒鐘 就是呢 我們除了這一個 這個任務的設備之外的往下 還有各個國家在情報交換的所謂的共同圖像 這些事情如果能夠提早的讓國人知道 在24小時甚至即時的讓國人知道 那中國對於這件事情的操作攻堅就會變得比較少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沈柏洋委員的質詢 也謝謝官委員 在這邊要提醒一下沈柏洋委員 抱歉 您剛剛在質詢的時候有指控我說是配合對案來排案 我必須請您這個未來請您不要這樣子 雖然你沒有指明道姓是我 但是因為我是招委 這個案子是我排的 所以你在引射到我 所以我在這邊特別跟你提醒一下 第二件事情我今天會用這個名詞 對不起 不是 這是你個人的意思 所以請你在國會電場也尊重招委好不好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呢 我今天為什麼會用撞船事件 也不是我個人提出這個名詞 我認為是在2月22號海巡署的記診會 還有檢察官都明確的說有碰撞這樣的事實 所以我引用 這個是一個客觀的現實 也是一個中性的名詞好不好